有媒體是報導說了某新聞台的政論節目 從腳本發想到錄影的時候 都有大陸官媒的記者全程丁少 對此行政院長卓榮泰立法院的民進黨團都表示說 希望NCC的人事趕快通過 這個就讓國民黨立委許曉欣覺得很可疑 整件事跟NCC到底有什麼關聯呢 而且從頭到尾都不敢說 到底是哪一家媒體的哪一個節目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就法辦啊 不敢公布就是造謠用影射的方式殺傷力最強 打開自由時報用半版版面指控某政論節目 有大陸記者丁少提醒錄影照腳本走 沒過多久 電視台內部的狀況我們不清楚 這個案子跟我們看得出NCC的重要性 所以我很希望NCC的人事同意權 能夠儘快在立法院裡面能夠通過 聽到關鍵字了嗎 主動態突然點出被在野黨黨下的NCC人事案 接著立院民進黨團馬上開記者會 那請問是哪一家媒體呢 那要不要公布出來 從媒體政院到民進黨團 沒人敢點出是哪家新聞台 哪個節目 再者如果真的違法 為何不法辦 這被質疑是綠營擅長的一條龍戰術 而且還扯上NCC人事 你們現在想要透過NCC的干預人事 難道是跟中國在理應外合嗎 沒有根據的消息 就想要去把NCC的人事強度關山 我覺得這一點呢 用這種方式民進黨真的已經老套了 綠營的陽謀大家都看穿 網友也直接點出這是造謠一條龍給側一喜 這樣才能繼續抗中保台 黨不在乎國安 只在乎選舉 只要任何訊息跟對岸有任何關係 他就會用很誇大的方法 企圖形成輿論壓力 鉗制新聞自由 甚至想對多所監督政府的媒體 造成寒蟬效應 但抹紅這招真的已過時 記者 自由時報還點出說 這名大陸新華社駐台女記者趙博 事發之後緊急離台 不過根據了解 趙女她註點的時間是從2月23號到5月22號 這個屬於正常的輪調 完全遵守了陸委會的規定 文化大學新聞系的教授莊伯仲就表示 這件事駭人聽聞匪夷所思 希望政府無往勿縱 不然極有可能會引發陸方的反制 到時候倒楣的恐怕就是台灣駐金媒體 內政部是在昨天的時候邀請了相關單位 要聯合審查陸媒來台申請駐點 結果就傳出了大陸官媒新華社的記者 早指出涉入了台灣電視政論節目 製播的敏感議題 樂委會主委邱垂正表示說 會跟文化部一起進行行政調查 那據昨天的聯審會是否與爆料曝光 時機點有關也引發猜測 那官員私下表示說 這兩件事情是毫無關聯的 那遭指控的電視台已經反駁說 自由時報這個消息是毫無根據的 對此媒體人謝寒冰25號就表示說 國安單位應該要立刻去查 查不出來的話呢就是造謠喔 做假新聞那該當何罪呢 也引發了討論 另外台北市議員張斯剛他也認為說 現在都已經是什麼年代了 如果真的要監看一個節目內容 做詳細記錄的話 其實大陸人他們只要上YouTube 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有什麼理由 非得要派人到錄影現場盯著呢 張斯剛就質疑了 自由時報這整則報導 根本從頭到尾都是虛構杜撰出來的 你看我們參加這麼多 50幾台的政論節目 包括綠的藍的都有 我沒看過什麼中興華社記者在現場 而且有那麼笨嗎 現在隨便YouTube 就可以看好不好 你任何一個政論節目 好就算我現場播的 大概十分鐘之後 你在大陸地去YouTube 你上去都通通看得到 有那麼蠢 還有人在叫現場記錄給你錄影 有這麼笨的方式 你現在已經21世紀 已經快到中間了 還在用19世紀的方法嗎 當然不可能 你說我指揮你坐這裡說那 這杜撰來的嘛 杜撰來到後就配合說NCC 然後人事權的問題 然後攻擊藍白藥政黨比例的問題 要幫NCC護航 因為NCC的護航 NCC的成功都是他們的自己人啊 以後才能成為一個很好打壓對手 言論市場的工具嘛 這種工具不能廢啊 那NCC這個說前幾天 有的人在有關王毅川的事情 很多人投訴有台 也是五十幾台有台 NCC查了嗎 查的結果是什麼呢 法律之前真的是人人平等嗎 法律之前是個台平等嗎 其實大家心裡沒有很多的問號 所以NCC我覺得大家要 研看研管啊 所以昨天一早的時候 民進黨團他們針對的這起事件 要召開記者會 那原本呢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他只是在黨團的辦公室外旁聽 結果被吳思耀當場指控說他在盯上 這個讓陳玉珍氣炸了 直接就衝進了黨團的辦公室 要求吳思耀道歉 而且金門坦克是以一打四 跟綠尾大戰的二十分鐘毫無冷場 台灣的政論節目有新華社 中共派人來叮燒 民進黨團開記者會 也有陳玉珍立委在旁邊叮燒 就是叮燒這兩個字 讓陳玉珍完全炸鍋 陳玉珍不要給你我 你給你我我叫我拿 什麼叫我在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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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給我道歉 你怎麼錯盯上 你不要多盯上 好 謝謝 你先給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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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以錯盯上 陳玉珍控告吳思耀還一度要拍桌 要求吳思耀道歉 林楚音則忙著按尖叫機 讓場面又吵又亂 接著李燕修和洪夢凱都來了 你一直在針對我 我聽了嗎 我跟班上的臨載 你知道嗎 你怎麼說話有在事嗎 你怎麼說話有在事 陳玉珍一一打四 槓上綠尾二十分鐘 毫無冷場 指示有沒有叮燒 畫面會修畫 陳玉珍當事人就站在黨團辦公室外 旁聽莊瑞熊的說法沒插嘴任何一句 這時林楚音還拿手機反拍陳玉珍 陳玉珍也沒說什麼 卻被吳思耀扣上釘燒的大帽子 陳玉珍忍不下去 他竟然無視耀在那邊造謠說我在那邊叮燒 你們開記者會公開的怕人家在旁邊聽嗎 無視耀不要一直造謠好不好 你現在把國家走向文化大革命那樣子嗎 是怎樣 以後這一塊只有國民黨可以走 那一塊只有民進黨可以走是不是 旁聽變成叮燒 民進黨要造謠 金門坦克根本沒在怕要站來站 你不要給你我 你不要給你我站在那裡我站在那裡我站在那裡 我站在那裡我站在那裡 藉由台北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班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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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